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到下面一个考点 就叫做混凝土的运输方案 当混凝土半合完了以后 下边一步就是运输了 运输完了是交注 那么对于这个运输方案呢 我们在这儿就给到了一颗星 因为这个运输方案从未设计过题目 但是一旦设计题目了 它很可能出现这样的点 它不会直接去考你 我就考你运输 不是这样考你 它会去考你另外一个知识的时候 让你根据相关的背景资料明确 它是间接去考你运输的要点 比如说我们给大家提提一下 那比如说在真正我们在进行相关的 施工过程之中 遇到比较陡的地方 就是高差比较大的时候 你要做相关的缓降器呀 要用什么溜槽啊 进入到仓体内 这是平常的第一个点 那么溜槽啊 还有缓降器啊 是不是在这一块知识出现 第二个啊 它还会怎么去考你 就比如说 我们再去选择相关的机械位置的时候 在20年那道案例题考了 让你去选相关的这个起重机 它的位置 那么我们要利用好这个起重机的位置 争取这个起重机 它可以我们覆盖更多的这个建筑物 这个施工场地 所以它放在了是我们那个位置 对吧 这一些虽然没有直接去考你运输方案 但是它也鲜明的给出大家了 学了运输方案 它可以应用到一些小要点和串联出来知识点 好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仍然是以理解为主 一些点我们理解它就可以 好 我们简单去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运输方案 运输方案的分类包括了这么多内容 其实整体的话 它是可以进行这样分类的 一个是水平运输 一个就是数值运输 那么水平运输 一般就是半合机 到咱们所提到的坝面 或者是舱面 那么到咱们的坝面以后 水平运输 运输到的时候 有进展这个大坝 它要通过相关的起重机 进行垂直方向的一个运输 到相应的一个位置 所以就是从水平运输和垂直运输 两个角度来进行入手的 那么水平运输 用到最多的就是这种车 不管是自卸汽车 搅拌车 还是料罐车 那对于垂直运输 用到最多的就是起重机 包括了门式塔式 缆式的 那么这些起重机 我们要去配相关的这种吊罐 才能准确的去输送 准确的去运输这个混凝土 好这是两大类 那么下边这些呢 就是简单的比较特殊的 比如说在水里里边 咱还用到最多的 就是这个胶带机 包括了咱的塔带机 还有胎带机 布料机等等 那么这个是什么 是既可以水平运输 又可以垂直运输 所谓的塔带机 就是塔式起重机 再加上塔式起重机 是垂直的吧 那么我们下边 安上铝带式的 这种行走的汽车 这不是垂直运输 和水平运输的要点吗 后边这些胎带机 布料机 都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你要明确啊 后边来到就是溜槽啊 还有溜管啊 还溜桶 以及咱们这种真空的溜槽 去运输相关的护凝土的时候 也是根据这种特殊的部位 比如说高差比较大了 我们去分担高差 我们给出来的一种 比较小而精确的运输方式 好 最后一个叫做蹦送 那么护凝土蹦去输送 护凝土的时候 是现在比较用的最多的 那么在它蹦送的过程之中 我们会有怎样的一个要点 后边我们会一一去讲 好 这就是它的分类 你去了解它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后边也会去讲 每一种到底怎么配图 怎么注意 那么讲每一种的时候 你从两个原则来走啊 第一个就是总体的 讲这些运输方案的话 它总体都要求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第二个呢 你学会分析就行 别一个字不差的给我记 记什么记 别记 该记的时候会告诉你记 好吧 好我们来看啊 这种车 什么自协汽车 料罐车 还有搅拌车 在输送护凝土的时候 注意事项 1234 道路肯定平整 好理解 第二个 装载护凝土的厚度不小于 40 车厢严密 平滑 不漏香 你这个护凝土 边走边离析 边走边漏浆 行吗 影响你护凝土 护凝土的指南影响了 后边你用它 肯定影响呀 所以这是提到第二个要点 这个厚度这也是设计 那么厚度比较矮了 或者说厚度比较薄了 不是吗 不小于四十吗 那你要越厚 表示它的整体性越好 那如果是比较矮了 那么随便一震 那它就坍塌了 或者是说发生什么离析呀 等各种现象 所以在这个点上 得要关注 那么这一块呢 主要是从混凝土的一个性质 我们前边学到的奈何强啊 这几个角度来去入手的 好 来看第三个 说搅拌车装料前 应该保持它的那个桶内的积水 清理干净 运输过程之中 我们保持相关的慢速转动 那么并不应往半桶里边去加水 第三条是什么 严禁加水 因为水是混凝土配合笔之一 既打主材之一 你得严格按照配料单啊 那你这个水加入了 你是不是没有严格按照配料单 没有严格按照配料单 你的重心就不符合了 那后边质量肯定有问题 所以在这儿 就是跟水打交道的 来看第四个 不宜采用汽车入运输直接入藏 一般你直接去车 倒在咱们那个混凝土舱内的 不是 你可以去配合 我们后边比较小而精的 这种溜槽啊 溜管啊等等 好 一二三四 理解就行 尤其是掌握这个水 严禁加水 这是提到第一块 来看第二块 门式塔式缆式起重机 配合咱们有关的这个吊罐 去输送混凝土 它的注意事项又是什么 来看第一个 定期进行相关的减修保证设备的完好 尤其是起重机 起重机在我们以前的一个规定里边 它是一种特种作业啊 无论是你人进行操作的时候 还是咱所涉及到的这种设备 因为它比较高嘛 对吧 垂直方向上的 所以要去保证整个设备 它是联好的 所以第一条好理解 来看第二条 起吊设备的起吊能力 吊罐的容量 与混凝土的入仓枪度相适应 这个什么意思 我用多少 你给我多少 太多了浪费 太少了 供不上 所以这个要点上 第二条 经济 来看第三条 说起吊设备运转的时候 与周围相关的一些建筑物 要保持安全距离 并安装防撞的装置 那么这一块呢 在后边我们的第九章里边的安全距离 会再次去提到起重机 在进行吊撞的过程之中 它的安全纪律 比如说高高之间 还有水平之间 它们的距离到底是多少 因为它是一种比较大型的机械 你肯定要进行保护的 自我保护 保护周围 来看第四条 说吊装入仓时采取相关的 防止撞击模板 钢筋和预霉件等 吊罐 你入仓的时候 你不能这儿撞一下 那儿撞一下 你得保证自己 第一个精准 第二个 你撞的时候 不仅损害的 是你本身的 这个设备的问题 那你撞的时候 很可能还会 本来这一块 应该放的是 五方的混凝土 那那边放的 四方的混凝土 这儿撞那儿撞 那混凝土掉下来了 那很可能这儿是六 那儿是三了 所以也存在 对于混凝土 它的布料 或者说 它的一个胶筑的 有影响 因此 一二三四 你去理解它 主要是从经济 选的这个 对不对 本身设备 你要完整 以及咱们所涉及到的 自我保护和不影响别人的一个要点 这个就是整个的第四条 简单去了解 也是理解就行 好 那来继续往下看 来到了第三个 叫做胶带机 前面提到胶带机 比如说塔带机 还有胎带机 以及布料机 其实这个布料机 也是在它的末端 我们进行准确布料的 尤其是水电站里边 用的可多了 大型的里边 我们用到布料机 更为精确 好 那么它在运输混凝土的时候 遵循的原则 一二三四五六七 也是去理解 我给你重点去标注的 你看 你关注一下就行了 其他的 也是在总原则上 什么经济合理 保证自身的一个 设备的完整性 然后准确去布料 准确去胶柱 倒向的位置 这就是总原则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条 避免沙浆的损失 和脊料的分离 必要时可以 适当增大沙率 在这个要点上 大家要去关注一下 因为沙率是沙 比上沙加10 当它增大的时候 代表的是沙增大 那么沙增大 所以你去包裹沙子 那咱们的沙浆 不就增大了吗 那么沙加一增大 它的年纪性就增大了 那它就可以去避免 它的极料分离 避免沙降的损失 所以在这个点上 会和咱们混凝土材料 刮钩的点 你要再次简单 进行一个回顾点和联系就行 好 来看第二条 混凝土的最大极料 大于80的时候 那么进行适应性的实验 80还记得吗 80它的粗极料 代表的它是几极配 20 40 80 120或者是150 所以代表的是三几配 80对应的是三几配 也就是说 当它超过三几配 四几配的时候 你要进行相关的实验 对一几配 二几配 咱这个实验 是可以选择进行的 在这个点上 要去关注 因为这个力竞 比较大的时候 咱们再去运输 这个混凝土的时候 这个机械 运输机械 运输设备 你得选的合适才行 好 这是第二条 来看第三个 卸料处有挡板 卸料导管和刮板 是吧 你卸料处 你得去注意 它的一个控制要点 好 来看第四个 布料要去均匀的 以及第五个 我们提到 卸料以后 及时去清洗相关的水泥沙浆 防止冲洗水流入藏内 污染和污染其他物地 也就是这个水 得再次控制 下面一直在去强调 这个水你不能加 那也不能少 所以在这儿 你不能让其他的水 流入到咱们的藏内 来 第六个 露天的胶带机上 我们要进行盖个棚 那么高温和低温季节 要适当的保温措施 混凝土的温控措施 真的很重要 低了不行 高了不行 所以在这儿 才有错失的一个出现 来看第七个 踏袋机和胎带机的 卸料胶桶不应对接 胶桶的长度 一控制在6到12米 在这儿提到了一个 卸料的胶桶不应该对接 因为我们能保证 这个料能平滑顺利的 去流入到固定的这个位置 才能保证 它的布料是均匀的 那么一旦这种胶桶 他提到的是胶桶 一旦你的胶桶进行对接 很可能导致了你这个量 会有一些损失 布料不匀衬 或者是说布料不流畅等等 所以在这儿 不宜对接要关注一下 好 那整个咱们所涉及到的这种胶带机 在进行相关施工过程之中 运输的时候 它的注意事项大概就这些 总体的原则 我们有什么三四五六给到 那对于第一条第二条 还有第七条 你简单知道它的一些特殊性 会分析即可 好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到了相关的 溜桶 溜管 溜槽 还有负压式的溜槽 进行运输混凝土的时候 我们给的第一个什么溜桶 溜管 还这种用的最多的就是这种溜槽 那像这种负压式的溜槽 是要根据它的一个 也是分担落差我们来走的 这种也是在水电站里面 是比较多的 那么在具体的这种 小而精的运输混凝土的过程之中 它的注意事项 主要有地下五颗电 还看到很吓人一样 但是分析一下就 你简单知道有印象就行 就这意思 来看第一个 平顺 光滑 不漏浆 就是一样的吧 不管是啥 你在运输其他的什么运输混凝土 运输其他的沙浆也是一样的 你平顺呢 你光滑你不漏浆 才能保证 你运输的A出来就是A 你不能运输A 你出来是B呀 对吧 好 来继续 然后运输前要用相关的 这种沙浆或干浆水进行润滑 用水润滑的时候 将水排出舱外 水不能作为你的特殊物质 加入到混凝土里边 这个是总原则 来看第二个 整个的溜桶溜管或溜槽的形式高度 要根据相应的摊落度实验进行确定 试验场地不宜选取什么主体建筑物 那你在哪试验 这个试验地方肯定不能影响你的整体施工啊 所以在这个原则上去选用 会和后边咱们学管理 整体的平面布置是挂钩的 那么在前边提到 你要有适宜的摊落度实验 摊落度实验 我们确定的是谁 确定的是它的流动性 流动性又属于的是什么 合一性 那么整个的奈何墙就是混凝土的性质啊 所以在这一块也从它的性质上去选用正确而适宜的机械 保证我们在进行运输的过程之中 不去降低混凝土的质量 好来看第三条 那么它们在进行连接的过程之中 要连接牢固 并有防脱落的这种措施 好 第四个 第四个呢 避免沙浆的损失和急要的分离 要设计什么 缓冲装置 这块一定要注意 那么设计什么 设计缓冲装置 那么这个缓冲装置都有什么 就是我可以设计相关的流槽呀 缓冲设备呀等等 OK 你这样的描述都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达不出什么流槽 流管啊 或者说特殊的流槽设备 特殊的流管设备 那样以后 你就直接达缓冲装置就行了 也就是说 照有一个通用的知识 当高度比较大的时候 为什么要实现什么急料分离呀 因为你的高度比较大 所以说 当这个落差比较大的时候 你应该设相关的缓冲装置 后来我会再次强调一下 这是一个通用的点 要知道啊 不用向相关的网内去向混凝土加水 通用的原则 来看第五条 那么他们运输结束 或者说赌赛后呢 要及时重洗 12345 我用都是学吗 又不用啊 那么基本上 它的通用原则和前面几乎挂钩 水不能随便加 设备要保持良好 OK 这是所提到的第四个 来最后的泵送 那么混凝土泵 来进行输送混凝土的时候 一会儿我们有相关的一些规定 我们来看一下 说 混凝土泵和输送管进行安装前 我们要去清杂 用压力水冲洗 安装以后要去检查 保证设备的一个完整性 防止脱落和漏浆 同于原则 设备要良好 第二个 泵送混凝土的最大力竞 不应该大于导管直径的三分之一 当然了 你如果太大的话 堵袋怎么办 所以在这个条点上 和前边咱们也先知了 好 并不应有超径的脊料 进入到混凝土泵内 来 第三个 说泵送混凝土之前 应该先进行相关的润滑 用到的是沙浆 我们提到前边 跟大家去讲到了一个原则 说沙浆进行炒平 水移沙浆进行润滑 这个原则 基本上 它可以通用在整体的 混凝土工程里面 来看 第四个 保持它的连续性 应不中断 我们要因故中断了 这个混凝土泵 要经常的去转动 间歇时间 超过45分钟 在这儿 提到了一个时间 45分钟 这个什么夸垢 初凝时间 对吧 初凝时间 我们不是提到了 不得早于45分钟 所以在这儿 也给到了一个 通用的原则 那么及时去清杂 清新清理 第五个 运输完毕 也要进行相关的 压力水的清洗 所以 12345整个泵 在输送的过程之中 我们也是强调设备 最核心的点 设备良好 第二个 材料匹配 三分之一了 还有 这些的时间 在这个要点上 通用去分析 就可以 那么整体 咱就从 它的运输方案里边 去真正的 去识别了 五种运输方案 五种运输方案 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但是总体的原则 严禁加水 设备的良好 这两个通用原则 必须会去分析 好 那么描述了 我们整个的方案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跟大家 再次强调一下 它的理解要点 在运输方案 进行选择的时候 总体原则 有哪些 好来看 第一个 选用的运输设备 应该在运输 使混凝土 在运输过程中 不发生 泄漏 分离 漏浆 严重灭水 减少温度回升 和摊漏度损失等 整个 第一条 全都把前面 盖下到了 为什么要要求设备 选择要合适 设备要良好 这不是什么 这就告诉你了 为什么要选 这样的设备 让你说原因的时候 你得这样说 运输过程中 不发生坏现象 那么对于混凝土 什么叫坏现象 这个词 你得作为常识 给我掌握起来 很多人就是不发生 不好的现象 什么不好 混凝土的不好 叫什么 叫泄漏 叫分离 叫漏浆 叫碧水 尤其是咱这个分离 离析和蜜水 前面的材料讲到了 现在这又提到了 还有温度挂根 碳落度损失 碳落度的损失 影响的是什么 流动性 影响的是合一性 整个合一性 又是咱们质量指标之一 第一条 汇决 再去描述这些坏现象 就行 好 来看第二条 不同级别 什么强度等编号的 我们要分开装 分开进行区分 第二条也是区分 都一样 不管是混凝土 还是钢筋 水泥 都是一样的 材料要区分 避免混淆 你这儿应该用C30 那边应该用C20 你把它雕化可以吗 不可以 这是第二条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第三条 提到混凝土运输过程中 应缩短运输时间 减少周转次数 不应在运输和卸料中 进行加水 第三条也提到了 你时间运输 消耗的时间越短 那么就给我们所涉及到的交注 它这个间隔时间 预留的时间越长了 所以是运输的时间越短越好 这是条第一个点 第二个 你转运的次数越少 代表它可以发生上边这种坏现象的次数也就少了 标准它的稳定性 第三个水能不能加 啥时候都不能加 前边的方案里边也强调了 所以第三条的理解更是一个大大的征点 好 如果在运输过程中应故停歇久了 不是缩短它的运输时间吗 那么如果是应故停歇久了以后 混凝土半合物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应按照不合格料处理 那么在这儿就出现了不合格料处理的几种情况 所谓的不合格料不是说直接废弃 不合格 那么可以有相关的措施 那么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 等等 所以在这儿不是废料直接废弃啊 是不合格料 一二三四 这一二三四主要是从两个角度来是入手的 一个是材料 一个是施工 这个呢 也是咱们前边一直在去强调的两大同用原则 基本上什么什么对于技术部分的 什么什么情况啊 什么措施啊 什么因素啊 什么原因啊 还有咱们所提到的一些方向啊 影响的因素啊 等等 这些要点 从材料和施工两个角度来说 尤其是混凝土 我再强调一下 尤其是混凝土 这个通用的分析方向你得会 万一它出过超纲题 我们知道它的分析方向在这儿 那你就百分百的去能拿到 一百分里边的五十分了 百分之五十的分 你可以拿到了 因为有方向了 我们只是往里边再次加一些细节就可以了 那么像这种不合料处理也是从这两个角度入手的 来看一下啊 从材料入手的 有谁 有的是咱的第三条和第四条 提到混凝土被雨水临时严重 或者是咱们所提到的这个混凝土失水过多 水多了不行 水少了也不行吗 所以前面是严禁加水 不应加水这样的词语吗 对不对 跟水挂钩 好 来继续往前看 第四条 说混凝土中含有洞块或遭受冰冻 严重影响了混凝土质量 这不是材料吗 跟什么挂钩 跟这种洞挂钩 洞块 冰块 影响了它的质量 第三条 第四条 是不是 要么提到水 水变成冰 影响 第三 第四 都是从水的角度来入手的 因为在运输过程之中 这些组成混凝土的这些材料里边 最易受外界影响的就是水 两个啊 水多水少 水变成冰 洞 这样的词语 好 第三第四 来看 第一第二 第二 第一 第二就是从施工来去入手的 那么这个施工 什么 第一个叫间歇 间歇时间呢 间隔时间呢 说在咱们所提到的 下一层混凝土 出凝之前 得叫上一层混凝土 因此 你混凝土都没来得及交呢 你已经出凝了 你得考虑一下 一旦出凝 它的强度啊 各种性能就会降低 或者说有所改变 所以在这儿 强调的是时间 时间是不是施工 要考虑的 好 我们来看 第二个 混凝土的素性降低较多 以无法震倒 平仓震倒 混凝土 胶筑过程中的重要施工工序之一 无法震倒 那么你怎能保证 这个混凝土 它的各项性能强度啊 密实性啊 去保证呢 保证不了 所以你无法震倒了 你没法进行后续工作施工了 因此你是不合格料的 好 第一条 第二条 就是从施工来入手 一个从时间 一个从真正的工序和工艺来入手 那么在整个不合格料 讲了这四种情况 它如果出了考题会怎么考你 就这样考 让你分析判断 我给你一种情况 让你去判断一下 到底是否可以按不合格料处理 如果可以 那么它就属于其中的一个 如果不可以 那就不属于这四种情况 不合格料处理的四种情况 分析判断 好 总结 那你来分析 好 来看第五条 其实第五条呢 也是在咱整个我们前边讲运输方案的时候 也提到了 说无论采取何种运输设备 当护凝土自由下落的高度 不宜大于两米 超过时 应采取缓降或其他措施 防止极料分离 防止骨料分离可以吗 也可以 核心点在这 超过了两米 给出来了 说它不能太高 那不能太高 这儿量化了是两米 那么如果超过了进行缓降 缓降的措施或其他措施 那你不会说去打什么 各种咱们给出来的 什么流槽啊 特殊的缓降设备啊 这种词语的话 你不会打的时候 给你一个通用答案 就直接说缓降措施 就可以 打四个字 缓降措施 或者说缓降设备 缓降设施 都OK 那么得分点在哪 在这儿 缓降 得分点就是它 它占一分那很可能 在这儿要注意 因为我强调了 21年 二剑就考了 考什么 考到的就是我们给一个霸体 它的出现加固 我们在整个 我们所涉及到 在它的底部 会提到一个防身墙 它的一个建立 它的一个重建的话 或者说帷幕灌江 在进行灌江的过程中 或者在这儿提到了一个防身墙 那么咱们一般情况下 涉及到它的一个霸高度 等等 它在进行浇注的过程之中 整个自由下落高度 就超过了两米了 那么此时 它就会问你 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进行浇注 那么才说明 你得加缓降设备 所以在这个点上 要关注 尤其是遇到 修旧的 什么出现加固 它很可能出现 咱的自由下落高度 超过了两米 新的情况下 你可以在前标 进行设计的时候 都要去进行缓降了 那么在旧的 进行加固的时候 它出现这种措施 让你作答的时候 提到了缓降 在这个它的应用这儿 要再次注意一下 它的要点就可以 好 那么整体 咱所涉及到的运输方案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次去强调一下 这个考点 以分析理解为准 好 我们来看一下清单里边 也是这样给大家去提醒的 好像第一个 了解运输方案的分类 与选择的原则 原则上边 在选择的情况下 肯定是经济合理的 保证你运输的 这个混凝土是A 那么放到咱的胶筑的时候 它还是A 性能不改变 对吧 好 来看第二个 运输过程中 应缩短运输时间 减少转移次数 可以在运输途中 和泄料过程中加水 对不对 那么这句话描述的 过程中 它会怎么出题 下来说法正确的 下来说法错误的 出了这句话 它是错误的 那尤寒的学员 进行抬杠说什么 说山老师 其实我们在真正的 生活中 我们都加水 你都加水 存在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是你违规了 严禁加水 不能加水 第二种情况 很可能 它是在误差范围之内的 那么误差范围之内 它也就相当于 没有去加水 它是控制的 所以你要注意 到底有没违规 在这提到了 这句话是错的 你别给我 以你的常识 给我判断出正确的 来继续 第三个 说混凝土 运输过程中 因故停歇过久 按不合格料处理的 四种情况 材料 核实工 材料里边 主要从水的角度来入手 水多 水少 湿水过多 雨水 好 还有就是水变成冰 冻影响它的质量 再有施工 从两个角度 一个是时间 已经出凝 再有就是影响它的工序 震荡 无法震荡 这样就是四种情况 那么其实除此之外 不要忘了咱所提到的 超过两米的时候 进行换降设施 换降测试的一个处理 好 整体运输方案 就掌握核心的这一些 理解分析为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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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